我們剛剛有提到你要做檔案搜尋 檔案總管實在是有點愧對它這個名稱 Windows都叫檔案總管的 可是常常會找不到檔案 這樣好像不歸什麼都它管 所以你可以改用這個 那我找給你看 我也把你平常可能會遇到幾個情境 我稍微講一下 你看看是不是你有相同的情境 第一個,我要找檔案 好,你有沒有看到我中間好像有一個東西跑出來 有沒有多一個搜尋列跑出來 好,今天如果我想要找 假設我要找新字圖 我在這邊先輸入新字 沒有這個字 好,有沒有看到我下面就自動直接列出搜尋結果了 有沒有跟你用搜尋情一樣 對不對 平常你在檔案總管是你打完了 然後按下搜尋 你就開始哭等嘛 心想說它總有一天會找到嘛 可是我們這裡不用啊 你打了一個字 它就馬上把你列出來 那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幾個部分 第一個 有可能是資料夾 對不對 也有可能是檔案喔 你看我往下走 有沒有,這個是檔案 我在下面這裡 這個PDF 是不是檔案 那它會告訴你總共找到幾個 總共找到幾個 所以如果你要點過去 假設我要開這個檔案 我就直接點開就好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說 我要找一下這檔案放在哪裡 因為有一種情境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 老師有時候也會老 這個檔案 剛關掉 就忘記存在哪裡 蛤?你有沒有這種經驗 剛一關掉 啊糟糕 剛剛那個檔案都要放在哪裡 香港才不會記得 但是你至少記得它大概叫什麼名字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就找到 你可以按右鍵 你看喔 我在這邊按右鍵 它就問你說 我要幫你打開這個資料夾 還是就直接做複製 這樣了解嗎? 你打開這個資料夾 是不是找到它放在哪裡了 就放在哪裡了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就很方便的找到檔案 我先把應用講完再跟你講這個軟體 在哪裡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會有這種情形 咦? 如果你用Office也好 或者是在這邊 當我們要用儲存檔案的時候 或另存新檔 請問它預設會開在哪裡 叫做我的文件夾對不對 可是你剛剛都已經公開宣示了 那是微軟的文件夾 不是你的文件夾 你的資料永遠不會放在那裡 所以你通常按了這個之後 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告訴它 找到 請趕快找到我的資料夾在哪裡 你就從本機然後開始慢慢找 找到你的秘密基地 對吧? 這樣不累嗎? 而且你每次都要重找一次啊 你為什麼老是要做重複的動作呢? 重複的動作就交給電腦做就好了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下面 你有用了這個小軟體之後 它下面會幫你準備這個 這一條 這個 會幫你準備這一條 有沒有一個搜尋的 但是也不用搜尋 剛剛大家都說 你有在用我的最愛不是嗎? 請問檔案總管有沒有我的最愛 你看網頁就可以有我的最愛 為什麼你的資料夾就不能有你的最愛 因為有某些你比較常用的啊 一定的啊 所以說很奇怪 你每次都要跟他講我的最愛在哪裡 你看我從這邊 我從這個地方 這裡按一下 這裡有一個星星有沒有 表示你很愛他 在這裡 有沒有就可以找到我的最愛 你常用的 我就可以從這邊把它放進來 比如說我放在這邊 或者放在雲端啦 還是放在這裡面 而且你一進來之後 還可以再怎麼樣? 還可以再往裡面再走喔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要到哪邊 你看我從這裡 上課錄影片 好 假設要放在我們今天的資料夾 等一下 有沒有上面就直接進到這個資料夾了 現在是不是就直接進來了 你就不用一層一層找 而且如果萬一的人 這個資料夾你愛他還不夠深 就是偶爾用一下 但是不 你曾經用過 但是還怎麼樣 還不足以加到我的最愛 那這個時候呢 你看中間還有一塊喔 有沒有中間有一個這個 這個就是你最近用過的 你最近用過哪幾個 他會幫你記住 所以即使不在我的最愛裡面 你不覺得這些概念 都跟瀏覽器的概念一樣嗎? 瀏覽器裡面有沒有一種功能叫瀏覽紀錄 有對不對 有些網站你去過 可是那不是你的最愛 但是呢 你現在需要用到它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面找到 可以從這邊找到 如果像我剛剛有用過這裡 他就會幫你記住 我有放在桌面 他就幫我記住桌面 所以我只要點一下 他就自動切換到我的桌面這個位置來了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所以 你找檔案 存檔也好 這些都可以隨時跳到我的最愛 很方便 你就不用在那邊 用檔案中管再一個一個找 那這個軟體呢 叫Distrit 他有安裝板跟免安裝板 有安裝板跟免安裝板 那麼 你只要用這個關鍵字 Lis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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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到網路上搜尋一下 就可以了 Listary 他有付費版的 但是我們不需要 我們就用一般版本就好了 好 點進來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個這個圖示 如果你用安裝的話 他有免安裝板 但是我大部分都用安裝了 因為這樣比較方便 你會看到這樣的圖示 那你可以先到這裡 像我下面這裡 就有 我把它打開給你看一下 你唯一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把你的最愛設好而已 在這邊 就是我的最愛的選單 在這裡 我在這邊呢 就把我比較 平常 比較常用到的資料夾 我從下面這個地方 這樣你們看不到 我就把它先加進來了 那麼你常用的不見得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資料夾 也有可能是某一個檔案 如果你那個檔案也常用 你也可以從這邊直接把它加進來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 你可以加入的 包括資料夾 包括檔案文件 也可以在它下面指目錄 這樣的話 隨時要跳到哪裡 就很簡單 不用老是在桌面做捷徑 有些人的做法是在桌面做捷徑 但是這樣子多了 還是有點麻煩 對不對 而且你隨時可以 像我們 尤其在對號方塊裡面 開檔也好 存檔也好 這個就特別方便 還就特別方便 所以你可以 稍微試看看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輔助我們 在個人電腦裡面 你可以很快找到你的資料 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